云林监狱结合相关资源,推动科学实证戒毒班,希望借由各项资源的导入,协助收容人早日戒除毒瘾,重返社会,今天戒毒班开班,有收容人因为二年前父亲过世未能见最后一面,立即报名戒毒,希望早日返家。 云林监狱与云林地检署,云林县府携手,整合设证,医症,劳工出与心理,资商及辅导等资源,推动科学实证戒毒班。 典狱长林建宁指出,该戒毒班是以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内的提出的13项治疗原则,并出其大面向课程,并由监方与卫症、劳症、摄政等机关单位行与间内到社区的整合事件影治疗计划,帮助收容人达到终身离毒目标。 曾因毒品案多次进出监狱的阿易,在狱中的时间长达20年,二年前他的父亲过世,他因毒品案在狱中不能见最后一面。 遗憾至今戒毒班招生他第一个举手,报名,希望早日戒毒成功,让年迈的母亲安心。 云林监狱结合相关资源,推动科学史证戒毒班,希望借由各项资源的导入,协助收容人早日戒除毒瘾,重返社会。 今天戒毒班开班,有收容人因为二年前父亲过世未能见最后一面,立即报名戒毒,希望早日返家。 记者陈雅玲摄影分享。